監警會視察新屋嶺購留中心 副主席謝偉傳說新屋嶺的環境算不錯 但可以考慮在走廊加設閉路電視 對於有人聲稱是新屋嶺被非禮和糾打 他認為不可能 馬晴晴報導 新屋嶺購留中心的情況引起不少揣測和指控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更加宣布停用 監警會主席梁定邦聯同11個委員 由警方陪同下實地視察 副主席謝偉傳看完環境算不錯 對比另外參觀的上水警署 新屋嶺的走廊沒有閉路電視 也沒有電腦要手寫 對於有人聲稱在新屋嶺被人非禮和糾打 他認為不可能 他認為新屋嶺能夠扣留二百多人 最高峰那天曾經拘留七十多人 主席梁定邦說會一併審視其他機留中心 和了解處理被捕人士的程序 包括被扣留人士和律師會面的安排 已經要求警方提供資料 若發現程序和指引需要改善 會向警方提出建議 有線電視機仔, 慢情請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